到視訊的 另外還有就是 曾正前立委 那他這次到了柬埔寨跟侯孟凱 還有這個吳思懷立委 一起到了這個柬埔寨去 昨天我們視訊了侯孟凱 那今天我們要視訊的是 鄭委員 委員現在目前是在柬埔寨 那我知道最近這幾天的這個情況 真的是你們也蠻辛苦的 因為跟當地的一些台商 是不是都做了一些交流 那我們待會 委員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就是說今天有一些新的進展嗎 我在想說我們 我們到柬埔寨這幾天 其實坦白說真的馬不停蹄 一直在持續 希望能夠建立其一個比較有效率 比較友善的一個救援的管道 所以這幾天其實坦白說 真的是從早到晚 其實都一直在處理這樣的問題 即使我們在跟當地台商做一些互動的時候 坦白說也都圍繞著這個問題 那我們自己就希望說 用怎麼樣的方式能夠讓受困在這裡的台灣人 能夠找到一個友善回家的路 這是我們這次來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就是因為 柬埔寨我們本身沒有外觀 所以事實上就胡志明示範師處的處長 他們也一起陪同到這裡來 那這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其實我們的外觀 在柬埔寨這邊 其實坦白說一些無能為力的地方 那這不是幫外觀說話 而是希望說我們政府是不是有一些更積極的一個作為 能夠在這一次引起這麼多國人關注的柬埔寨 在詐欺或者是就業陷阱或者甚至於是人口販賣等等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解決跟出路 那我們也不希望是口水 因為這一次我們來了幾位委員 其實坦白說都非常理性 我們就事實上在試圖希望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或者說能夠協助政府用一個怎麼樣的方式 能夠讓受困在這裡的國人 他們如果想要回家有一個容易回家的路 這是我們這一次來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我們請委員持續在我們線上 待會我們還有更多的問題要請教你 不過現在我們要先問一下在現場的來賓介大使 因為剛剛雖然這委員說 我們沒有要去苛責外交這個外管人員 但是這次看起來就是我們所知道 外管人員本來就應該要保護國人 本來就應該要這個工作就是他們的職責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跟柬埔寨的關係 本來就不是那麼好 再加上我們也沒有在柬埔寨也沒有駐外的一個單位 所以變成我們要透過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外交外管人員 來進行一些協調 但是我們知道說在柬埔寨這個外管就一人 他要跨進去忙著救援 其實是真的是分身乏術 那當然外交部後來也有說其實有在5月6月份的時候 有增添的一些6人的專案小組 是我們非常忙碌的一個外管 那個業務非常非常的重 因為我們跟越南的實質關係 不管是投資貿易 移民 甚至月牢 各方面都分量非常的重 所以我不曉得民進黨說重視所謂的這個新南向政策 他人力配置上多少年都不增加人 這就是嘴巴上桌重視 實際上根本沒有在做行動來配合 讓我們胡志明辦事處的同仁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真的要他們再去把這個柬埔寨的工作 也能夠全力來應付 真的是對我們駐外的同仁是有一點苛責 我對我們駐外同仁的辛勞我是非常了解的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國內重不重視這件 胡志明辦事處如果不重視的話 那就是要人也沒有 要錢也沒有 這個對他不重視以外交部來講的話 我們光講說外交部對於立陶宛一個國家 也沒有辦事處他到台灣也沒設辦 我們去那邊設辦到現在已經允諾了 立陶宛12億美金 你去問一下吳釗燮 他給了駐胡志明辦事處多少資源 那邊只有六名同仁 你這個整個外交部是掌管政策的 要把重點 你既然講是新南向政策 我們駐這些中南半島 就是說東協國家的辦事處的人員 有增加嗎 代表處有增加 沒有 可是呢業務不斷不斷的增加 那現在說實話這個也不能夠百分之百 要讓外交部的同仁來承擔這個責任 當我們國內發現有這樣大批人員進入到 被騙到柬埔寨的時候 這個應該已經是一個治安的問題了 通常我們有重大治安的問題的話 檢調 警察甚至國安單位 我們國安單位也有助安人 就應該早就要成立專案小組 然後來支援這些外交部的同仁 去處理這些事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花 我們越來越多 納稅人前的僑委會 這個僑務工作 說實話也是很吃重的 我們在柬埔寨 雖然沒有政府機構 我們有大批我們的台商 跟我們的僑民 僑委會也應該要有聯繫的線路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說 你國內不重視 你國內從頭到尾這件事 到發生到現在 我也沒有看到國內派什麼人去支援 你那邊還是六個人 你這個胡志明辦事處 你知道那邊光每天辦理 簽證驗證的 這些越配 這些越南的勞工 數目有多大嗎 你就那六元 你有給他什麼支援 出了事以後才發覺 那個是那個胡志明辦事處 長期在非常多的工作 在少數的同仁之下 長期的工作壓力之下 所以你今天我是不會苛責 我們住外館的人員 因為外交部才是要負責的 外交部的部長 這件事應該一聽到 有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要立刻來調動各種的資源 不管是人力資源 物力的資源 還有其他相關單位 譬如說調查局 我們國安單位的 我們僑委會的人 一起來重視這件事情 我想政政前委員不到前線 不曉得前線工作的困難 你配置了什麼人力 然後你有什麼把其他單位 你如果覺得這個地方 有這個問題的話 你應該請我們的這個情治單位 調查局去做人力資源 另外還有喬委會的人 都沒有看到外交部做一個統籌 資源調配 人力資源物力資源調配的工作 到現在出了這麼大的事 你看那個外交部還是老神在在 你看吳釗燮有出來講一句話嗎 吳釗燮一天到晚只有講什麼 他其實是想當國防部長 外交部的事真的是他不認真 這個讓第一線的同仁 現在就把外交部也不太坑氣 就讓第一線同仁都站到第一線去 又想犧牲第一線的同仁 這樣子的這種部長 真的不適任 真的不適任 外交部的同仁都是非常認真的 我想政政前委員在第一線 絕對可以做證 他們是非常工作 非常辛苦 可是請問一下 外交部過去給了他們 什麼樣的工作指導 可能都沒有 對柬埔泰的政策怎麼做 有沒有積極去柬埔寨建立關係 有沒有給他足夠的資源 足夠的工作目標 讓他去柬埔寨去發展關係 去做一些好聯絡的工作 跟各地不管是僑借 當地的這個警察 當地的這個移民官員 甚至當地的這個政治人物 有沒有做一個積極的聯繫工作 因為胡志明辦事座處長 已經忙得不得了了 你外交部再沒有給他一個正確的一個指 目標的話 工作目標的話 忙不過來的 真的 所以真正最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駐外機構 這個等於說很多工作推動不開 就是有個外行的部長 而且這個部長從來不知道 第一線同仁工作的辛苦 他也除了就那些美國人交辦他的事 蔡英文交代罵以外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他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所以一個失敗的領導 一個部長失敗的領導 真正面臨考驗的時候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發揮功能的一個體系 我們知道說這個外交部 其實他也有澄清說在五月份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成立了六人小組 但是我要問一下政委員 你現在目前在柬埔寨所看到的 就是說這個營救的工作 是不是持續在進行 這私底下就是有一些NGO的團體 或者是有一些並不是政府單位的團體 那麼私下來進行 那目前的進行的情況是如何 我知道說之前你有跟像網紅棒 也曾經有有過接觸 那當時的這個營救的過程 是不是都其實存在非常多的難處 但是外交部在這個部分到底有幫忙嗎 還是說其實呢 他們反而是完全都不太想要理這件事情 OK 我覺得建立大使 果然非常不了解外交部的狀態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外交部說他們在五月份的時候 有成立一個柬埔寨緊急救援的 那個 六人小組 對 那我要講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到現場來的時候 我們確實發現就是胡志明辦事處的同仁 非常的辛苦 像比方說 就是我們外交體系的駐外單位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海外急難救助的一個專線 那這個專線他們的做法就是說 讓館裡面的工作人員大家輪流去接這個專線 那在胡志明市這邊他們有個做法就是有個專人 有個秘書就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一個女性的一個秘書 他負責在做這件事情 那坦白說因為他工作量大到 他的鼻子都已經有了蜂窩性組織炎 他說他也沒辦法休息還要繼續的工作 那我們其實三個委員到這邊我們就覺得 哇這樣的人力配置真的不行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回去其實應該要要求外交部這邊 能夠給予更多的一個支持 來讓胡志明辦事處他們能夠多一些能量用在 柬埔寨這邊的救援 結果外交部這邊的說法是 他們五月份有一個成立這樣的一個指揮小組 那委員我們看到說這兩天你跟其他的 洪孟凱委員還有吳思淮委員一起到了柬埔寨去了解 目前呢這個整個柬埔寨的 我們國人要營救回來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呃 蔡政府面對這樣的人口的翻運 是不是在救援上其實是有一點無能為力 好像有點輸給了一些民間團體 或者是甚至是網紅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位網紅BOM他是 呃 說他救回了有40多人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政府其實在這個部分沒有什麼作為 呃 雖然我們2016年蔡政府呢就開始推新南向 但事實上呢在這個部分 事實上似乎沒有用力在這些每個層面上面 呃 確實是 所以外交部說他們五月份成立的一個專案小組 在柬埔寨的緊急救援的部分呢 我要講的他並不是增加能力喔 他是讓外管 胡志明辦事處的外管的處長 加上外交部的人員 加上警政的人員 還有調查的人員 還有移民所相關的人員 大家再花一點時間來組成這樣一個小組 可是剛剛建議大使他有特別提到 我們胡志明外管他其實工作量非常龐大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現在要再分身出來做這個 呃 緊急救援的那個專案小組 說實話只是增加他們的工作量 並不是有增加人手來 所以他並不是說從台灣 他不是從台灣去組成這個六人小組到柬埔寨去 而是從原本的能力上去抓起來成立這樣一個小組 那他原本就有自己的工作了 所以還要再去負責這些工作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負荷嘛 是 所以我們就覺得外交部這個說法的時候 我就完全在打空包袋 說實話 呃 昨天警政署有派了一個 國際刑警組織的一個偵察員到柬埔寨來 可是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他先來前期稍微了解一下當地的狀況 希望之後能夠建立一個輪班的方式來這邊協助 可是因為他跟我們回去的時間幾乎是完全重疊的 所以我覺得警政署這個國際刑警組織的一個偵察員 我覺得他們來搞不好是配合我們國會外交到現場來 所以派一個人過來 因為我們回去他也要跟著回去了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是真正要做救援的一個動作 那剛剛我們也特別提到 因為事實上是胡志明市的辦事處 他們卻工作量很龐大 那這次來我們也看到他們真的是很無能為力的地方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三個國會議員到這邊來 所有的行程是我們的胡志明辦事處 請柬埔寨當地的台商幫忙安排的 那我們的所有行程當中坦白說處長還有其他幾個 我們外館 胡志明外館的幾個同仁他們都陪同 為什麼他們全程陪同 是因為他們在當地根本沒有任何的據點 那這個當然跟現在台灣的外交處境有一點關係 可是我們也看到了就是蔡政府他們不斷在想說 南向政策 可是在這個部分 似乎並沒有真的投入太多的一個資源跟能力 所以我們在這邊整個考察完之後 我們也要求就是胡志明辦事處處長這邊 是不是能夠建立起一個 我們認為比較具有實質意義的一個救援的一個平台 就是能夠講柬埔寨語還有中文的人 能夠有一個24小時的專線電話 然後跟一個IG、LINE跟FB的一個平台 然後重要的是要能夠通簡語跟中文 因為你就想如果在柬埔寨的受困台灣人 他們想要求救的時候他們怎麼求救 柬埔寨文也不行 除非他們英文很好 可是可能這樣的人數可能也有限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他們的求救的管道都是 到台灣他們的IG帳戶去發文求救 然後透過一大圈台灣的朋友在經過警察 或者在經過外館 在想辦法跟這邊聯絡 如果說有一個通小簡語跟中文的人 在這邊有機會能夠直接去接這樣的一個 求救的一個電話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平台 我們覺得會更具效益 那這樣的部分 處長也覺得其實很有道理 他就說他們之前也曾經想過 要做一個簡語跟中文的一個求救平台 可是也還沒做 所以我們就希望他們能夠盡力去 把它給促成 那他們也在想說 回去要怎麼行公文 讓外交部這邊來支援 或者是怎麼吊敗內部的人士 或者看警政署這邊怎麼可以支援 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是 這件事情已經發生這麼久了 可是外交部的動作 顯然其實是落後 現實的狀態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這次來的節目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感受 就是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似乎能夠做的就是發入國證明書 因為如果在這邊現場 你如果說護照你沒有戴在上 可能被扣押著 你要回台灣 可能就需要有一個入國證明書 那按照就是 我們胡志明辦事處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從去年6月到現在 8月12號為止呢 他們有收到了263位的陳情案件 或請求協助的案件 有263例 那基本上呢 有回台的是51例 所以表示說還有200多例呢 其實是有求助 可是還沒有後續的下輪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外交部在這過程當中 除了透過台商來協助 我們真的要特別感謝一下當地的台商 因為這次來我們真的發現 真的台商在這邊 做了很多很多相關的一個努力 很多台商事實上他們在這裡面 都有援救過台灣受困在柬埔寨人的經驗 可是他們也表示 他們在這邊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也非常的為難 因為也動輒得救 因為在柬埔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的時候 他們也必須要去考量方方面面 因為他們畢竟在這邊做生意 他們也怕得罪各方面的一個人馬 所以當他們要出手去救援的時候 坦白說對他們來說 也有很大的一個心理壓力 很多台商都表示 他們去救援過之後 都曾經碰到有很多人來找他們 給他們很多的不同的壓力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要感謝台商 那麼我們也希望政府在目前的外交處境當中 是不是能夠有另外一個更積極的一個突破口 我覺得現實的外交處境不能夠變成一個 不去救援不作為的一個理由 我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 因為全法只能推到台商的身上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因為台商願意幫 可是不能夠讓他們去承擔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壓力 那麼尤其是很多台商他們也發現 到這邊來的台灣的民眾也分成很多不同的樣態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希望說 對於那些想要逃出來的人 有一個比較友善的一個援救管道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外交部 即使你沒有一個正式外交關係的時候 你也都必須要想各種的方式來突破的 我們知道說其實柬埔寨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非常的好的 那之前兩岸之間也曾經有共打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兩岸的關係非常的緊張 所以呢有辦法去協請大陸的公安或什麼樣的方式 用兩岸這個合作的方式共打的方式來救援出國人嗎 目前還有這樣的管道嗎 我在想就是政府蔡政府如果把兩岸關係弄好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要有的 因為其實兩岸的國際刑警組織 他們之前在共同打擊犯罪的時候 本來就有一些合作的一些基本的信任感在 那現在因為兩岸關係處理的不好的時候 所以這個部分感覺越來越薄弱 那我也在這邊跟大家報道說 其實之前我們要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外館也曾經請託就是我們當地的台商透過就是國際刑警的一個角度來跟當地的相關的人士做一個接觸 可是因為台灣媒體爆出來之後他們的話就用這個理由就是拒絕了跟我們的一個會面 那這個地方也讓我們看到了台灣在做這樣的一個處境 如果兩岸政治沒有高好你要得到很多的援助確實是有困難 可是我也必須要講說當地很多台商他們也表示了一個狀態就是說找大陸方面求援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管道 只是以我們現在的一個官方的一個立場我們不適宜跟大陸這邊直接去做一個聯繫 可是我必須老實講很多當地的台商或者是有一些民眾他們私底下確實有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 而且感覺好像也有部分的一個成效出來 嗯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